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刘伟廷刘律师 相信大家现在在这个网路非常发达的时代 可能都有这种网路购物的经验 那我们在做这个网路购物 或是在很多这个买东西的经验里面 现在因为已经都碰不到这些实体的东西 可能都是看看照片 看看影片 或甚至在社群软体上面人家推荐 就要去下单购买 所以就很容易发生一些问题 那有的人就想说 我为了避免产生这个买到假货 买到有问题的商品 那是不是我要挑好这些好的商品 例如说好的卖家 看看这个网路评价 或甚至很多人去追所谓这些有名的直播主 他们在网路上非常会卖东西 而且一下子就是几十万人的追踪 几万人的追踪 然后你就看到一直买买买买买 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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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前阵子就发生新闻了 这些有名的直播主居然还卖假货 让我们很多的民众还是觉得说 这个网路上面风险真的好高 消费如果产生的这些被诈骗买到假货的时候 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想跟大家来做分享的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绿油精 好 首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也邀请我们两位来宾来跟大家来做分享一些 关于这些网路购物或是消费可能遇到诈骗的状况 应该怎么处理 首先我们欢迎我们黄丽黄大律师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丽律师 还有我们张婷张大律师 刘律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婷张律师 我相信两位大律师应该也都有在网路上买东西的经验 或者是说处理到这一类案件的经验 黄丽你有沒有遇到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我有听过一个我觉得很好笑的 就是说以前很流行盗版A片 那以前还有盗版很猖獗的时候 那可能检察官有时候一扣会扣到好几箱的光碟 对 但是因为检察官他基于这个物证 他会要求他的助理一片一片确认说 里面是不是确实有那个内容 对 然后听说就他助理在确认的时候 这样一滴滴片还很有兴趣 因为可以勘验A片 结果听说到后来勘验到最后都已经勘验到快要吐了 这个我就有亲身的经历了 我以前在法院当书记官就干过这个事情 法官要勘验就是一千两百片 对 然后是在一个法官图书室里面 就中午法官会跑进来吃饭 然后还在那边看A片 对 我觉得听了很好笑 然后他说同事经过都在嘲笑他 对 那张大律师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以后可以再分享勘验这个情色影片的过程 真的吗 你也很有经验吗 对 但是我那个是比较偏著作权的 就是说这个成人影片有没有著作权 这种东西 那我们也会去勘验 OK 如果如果说要盗版的话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其实这个也有上新闻 像是宝可梦最近前一阵子掀起一片流行 那他们有出那个官方卡牌 在日本甚至可以说喊到在黄牛市场 喊到说一个要进千万的日币 那台湾其实价格当然是没那么贵 可是也是要几千甚至几万块 那像我们手上可能就是有 对方他就声称说我想要卖这个卡牌 然后他就说我手上有 然后就请人家先汇款汇进来了 结果比较多的是根本没收到货 没收到货啦 那当然有的我们当事人他可能收到货了 但是一打开他根本就不是正版的 而是他去翻拍 然后自己彩色输出的 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就是诈骗集团 我不知道该说他有售后服有良心 至少还有出货啦 可是那个品质就是差很多这样子 这就是我前几天也遇到一个民众说 他上网也是买手机特别便宜 就送来一袋卫生纸 这个就差有一点多 对对对 至少还是可以用的卫生纸 至少他有 对但是他看到还是中国大陆制的卫生纸 这就让他非常的吐血 所以的确在这个网路购物里面 充满了很多各式各样的陷阱 我们在法律上面 例如说该怎么求偿 该怎么找到这个加害人 找到这个诈骗的主席 这都是我们等等的节目 要跟大家好好分享的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当事人他自己买了一个名牌包 我对官网觉得说 这包包的颜色怎么 好像跟那个点心颜色有点落差 后手买家还问他说 你这个是真的吗 结果是假的 那变成说那个公司 因为他有收到宴货通知 公司也一起来告 就是被两个告 被那个后手买家 也被那个商标权告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在前阵子就真的遇到 一个这样的状况 在网路上面 有很多的网红或直播主 就在网路上卖所谓 知名的品牌的球鞋 而且很多还是限量的 也就是说 想要买到一双一样的球鞋 都是一鞋难求 那在这种状况下 还有人就是直播主说 我这里可以卖你 甚至比较便宜 有折扣 所以就非常多人 哇赶快抢购 所以在市场上 就卖了很多很多 这样的球鞋 可是就有人就不禁怀疑 这个球鞋既然又限量 又不是一般人买得到 为什么这些直播主 却有这么大量的 这个球鞋可以买 而且价格还可以比较低 所以后来很多人收到球鞋 就觉得它的质量 它的实际上 这个球鞋的 这个实际上买来的时候 看跟真品 好像有一些差异 就怀疑买到的是假货 所以就去找这些直播主说 你卖的是不是假的 可是对直播主来讲 没有啊 我买的是真的 我还有这个 我确实从海外下订的订单 或者是原厂证明 那他们也都宣称这是真的 可是明明实际上消费者拿到的 就觉得这是假货 变成各说各话 那当然这些消费者就到法院去诉讼这些直播主 那直播主也开这个声明 在他的网站上面公告 我卖的真的是真球鞋 而且我有这些购买的证明 那到底各说过话 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 那当然后来有一些消费者 也有像我们之前节目讲到的 透过假扣押 假储分 去扣直播主的财产 冻结直播主的财产 如果各位之前没有看到我们这一集 也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一集 什么叫假扣押 什么叫假储分 你们可能就会更了解说 在诉讼可能打了三年五年才会结束 那在这诉讼过程当中 对方可能会脱产 怎么样把这些财产扣下来 让将来诉讼申诉的时候 不会因此求偿不到钱 好啦那实际上 我们就是在网路上消费 可能会面临这些的问题 所以应该要怎么处理 黄利 你是不是有遇过类似的案件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案件其实就是 算是我亲身经历 但是我并不是 你也是消费者吗 我不是但是我亲眼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爆发的 对因为我们平常都会加入一些 女生会加入一些LINE的社群 会 比如说我们都喜欢同一个卖家 然后她的产品 然后我们会开一个社群去讨论 结果衍生到最后都在讨论一些闲聊 比如说这个网美怎么样 那个网美怎么样 今天这件衣服怎么样 就是柔歪了的意思 全部打歪就开始天方夜谭的讨论 对对对 结果那一天就爆出一个 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火苗 就是说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说 以前我们都是看到电视上代言人 我们知道有这个产品 比如说很久以前 小S代言胖达人的面包 面包 对 那我们是看到代言人相信他去买面包 但现在这个代言人已经开始可以 不再是我们这么遥不可及的人 可能他就是一个在Facebook上面 或是Instagram上面 他追踪人数有到几千人 甚至一两万 不用到几十万 那么大咖的网红 对不需要不需要 反而一两万的网美 你有追踪 反而他们就变成现在的厂商在找的对象 的主力对象 因为他就好像路边的婆妈 给你真心的推荐 他就是他的影响力 甚至还超越那些艺人 因为你会觉得说 我旁边的人也有买 我追踪很久的这个网美 跟我推荐这个东西 他说好 那我就会相信 所以现在这些这个厂商 他们都很聪明 他们会找这种小小的 小有名气 大概一两万两三万的这个网美 我们称他为网美 然后去跟他谈合作 他怎么谈 他不是说我先给你一笔钱 让你写文案 这个是传统的方式嘛 他们就说我跟你谈分润 你今天一双知名运动品牌的球鞋好了 比如说一双四千块 那我跟你谈 你卖出一双 我给你多少的分润 那可是我不保底 你卖多少就是多少 对对对 你就努力的去宣传吧 对那他就会跟他的那个网美就开始 跟他的粉丝 他就会先PO出鞋的照片 就说我这里开了一个团购或什么的 对大家都会觉得团购就是等于比较便宜嘛 因为大家一起买 但现在团购的意义已经变了 他变成就是说反正我有这个商品 你们要不要跟团 但其实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说我可以压低价格的团 我只是好听而已 对很多人也就根本不明就里也不会去比价 就只要这个有人开团购 他就加一了 就感觉就便宜了 就应该是便宜的 我们就是想听到团购这两个字 就很像大特价 还有限量这两个字 限量球鞋团购网美推荐 对 结果那一天就爆出来说 一开始有人在Dcard上 就是一个那个平台上面就说 我买到这双鞋 其实厂商一开始他也没有宣称说 我是公司货 他就是明白的说 我就是可能拼心输入或是怎么样 他就说我就是海外带回来的 所以我可以有比较低的价钱 但是我是正货没错 只是我是从海外带回来的 不是台湾代理商卖的 不是台湾代理商卖的 对 所以才能比较便宜 因为代理商我们要走进店里面 可能还会缺货 或是还有关税等等的问题 就是关税的问题 所以他就说 我可以给你们比较便宜的价格 但我保证是正货 可是消费者收到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怎么这个做工 跟正货感觉不太一样 就是刘律律师说 有时候你拿在手上发现 这个缝线怎么是歪的 那个怎么没有对齐 鞋屁股没有对齐 哇 那很夸张 对对对 类似这种情况 或是不一定是这双鞋 但是就是发生类似这样的状况 就开始有消费者质疑 那现在消费者都很聪明 他们会去 有一个因为这样子验真假 或衍生出来的一个APP 他就是帮你去确认 这个东西是真的还假的 他当然不是说百分之百精确 但是他有一定的鉴别度 那他拿去测 然后那一家APP的平台 跟他讲说你这个疑似不是正货 他好像就是要把一些鞋 然后照片放大的拍摄 就是近距离的拍摄 去比对 他们会去做比对 然后传到他们的母公司 那个网站母公司 然后他就会出一个报告出来 现在很多的精品都会有这样子 然后还会收费 而且费用其实不低 几千块吧 对 其实要几千块 就是随着你那个物品的价格去改变 好 这个消费者 就他一开始就把这个报告 跟他的斜po在网路上 然后结果大家发现越演越大 因为大家发现说 我也有买 你也有买 这个也有买 这个网美也有推荐 然后大家就开始陆陆续续收到货 也觉得说 为什么自己的货是这样 然后大家就开始紧张了 就算没有收到货的人 也开始紧张了 我要退货 对 我要退货 结果后来开始有些网美要自清 其实是厂商出的货 但是大家都会觉得 我是现在你呀 对 我是现在你这个网美 不是现在那个厂商 我看到的是网美跟我推荐 我完全干不到背后的厂商是谁 所以我要骂 一定先骂这个网美 是的 好 那网美的私讯就被塞爆了 很多很多就是粉丝就说你怎么这样子 有些网美会跳出来说 我厂商给我的时候 我确认过那个是真的啊 那厂商也有出示 他从海外进来的证明 就是一些可能报单或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他那边的货源的证明 所以我网美我是相信他的 网美就会说那顶多我也被骗 对 我确实看到了这些文件 对 我相信他嘛 好 结果这样稍稍稍发现 竟然全台湾有超过100到150个网美 都在跟这家厂商合作 卖这些鞋 哪有那么多鞋可以卖啊 对 原厂可能没有那么多这种限量鞋 我们 你是聪明人 你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嘛 可是问题是说 我们有些消费者他不知道 因为他跟这个网美 他不知道其他网美的状况 有的网美听说卖到赚了几百万 哇 这个是大咖网美 那小咖的可能卖10双100双 可是他还是有赚 对啊 所以 为什么这件事情当天有上新闻 就是闹得很大 因为大家发现说 天哪 既然私底下受害人这么多 对 这件事情就有上新闻 后来有些网美就是 他采取的作风是 我要捍卫我的名声 你们只要跟我反应 我一律退废 由网美这边退废 这个是很有尬词嘛 我们会欣赏他 对 那有些就会说 我也是受害者 那你们去跟厂商讲 那大家就会觉得 我们一起跟厂商讲 但没有公信 也有的说 也有的说我帮你跟厂商反应 有的就直接说不管我的事 对 每个网美这个就不一样 所以网美那个时候 那一波网美也是死很惨 就是他的名声也死很惨 但是背后这家公司是很强硬的 这家公司有请律师 然后那天他有出律师 律师声明 那因为我本身律师嘛 我也会看一下啊 我就假装是那个在吃瓜 这样看 对 那律师就踩得很硬 他就说他们这个正货没有错 那有些网美他就是为了捍卫名声 他甚至冲到那一家公司 想要去看说他们有没有偷偷在搬迁 或者什么之类的 还一直狂按电铃 叫那公司负责人出来 出来负责这样子 但后来这家公司是有开放说 好 我们是正货没错 但是你如果要退 我们还是让你退 还是让你退这样子 但这件事情就是闹得很大 对 就我所知好像也有说愿意让你退 但是隔天就又改口 一直改来改去 他一直他一开始的时候 好像似乎承认了某些事 但后来又突然又踩得很硬 对 然后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说 有没有人去正式提告 如果有的话 那我相信到时候应该会有一个水落石出 对 我觉得在法律上面 例如说这个网美某个程度就是 我吸引大家来买嘛 那我如果今天是消费者 他一定先问嘛 我到底是找厂商退 还是我可以跟网美要 对 我到底我的法律关系 是存在谁身上 对 是跟网美 还是是跟这个厂商 或者说这个网美 他现在就算没有法律去规范说 网美要负责 但是我觉得未来可能要针对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开始要有类似那种 像以前代言人广告不实的这种 对 规范 因为我觉得未来一定是往这个趋势去 我觉得在法律上 第一个当然是跟厂商一定是没问题 求偿一定是没问题 那能不能直接告到网美 对 我觉得像我自己实际上遇到很多案件 法院其实都会希望把网美一起拉进来 因为大部分的消费者就是因为相信网美 所以当然网美一定是推卸者 我只是帮忙推荐 对 但是我实际上面 并不是合约的对象 合约对象是跟厂商 对 可是对法院来讲就是 大家因你而来 而且你卖了以后你是有赚取佣金的 你可能有居间的这样的报酬 那在法律关系上 你也得有负连损害赔偿的责任 所以如果消费者真的遇到这种状况 当然我们就会建议啦 如果你这样要提告 当然就是厂商网美一起告 那最后虽然法院会实际上去做厘清嘛 最不幸就是只告到厂商 没告到网美嘛 但也有可能厂商网美一起负责任 对 那你还是有机会可以求偿的到 那至少可以解决一点问题 来 张婷有没有遇到 这个前面这个我觉得 我是自己是觉得民事应该是有机会 只是说在形式上 因为我们形式都要求主观翻译嘛 那到底他有没有诈欺 因为刚刚这个皇帝律师也讲到了 当初这个网红在跟厂商接洽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些这个书面的文件 那有一些网红他为了自己保自己的名声 他也会说你要出具说这个是正版的证明啊 或是原厂出货证明 那确实有些厂商会给嘛 那就变成说你要怎么去证明这个网红 他也有这个主观的翻译 我是觉得说这个会比较难一点 但是民事的责任 像刘律师刚刚讲的 我是觉得OK 但说真的 我跟妳讲很多的网美 没有法律知识跟常识的 他是很会卖 但他不会有这个 所以他如果确认的流程又没有 那可能自己会比较威胁 例如说就是什么model公司 或什么公司 他可能有一些规范 不然一般网美就是 我可能就是常常搞笑啊 弄一些事情 突然我就红了 所以当然我就是人家披鞋子来 我就卖了 他根本不会跟厂商签什么 顶多就是签什么分润而已 不太可能会去保护自己 我自己手上有一个 比较不是像这种案子 可是他就是当事人 他自己买了一个名牌包 那就花了2万多在网上买 然后他后来自己去核对官网 觉得说这包包的颜色怎么 好像跟那个点心颜色有点落差 他就有跟这个卖家去反映 那卖家也承诺说 好我会退货 会换一个给你 然后结果后来这个账号就被弄掉了 就是被封账了 他找不到这个卖家了 这个卖家直接把自己关账好了 可是他的这个包包还在手上 然后他就想说那我不卖 白不卖 他又去二手版转卖 然后那个后手买家还问他说 你这个是真的吗 然后他还跟人家说 这个是正品 就是他有承诺人家 然后后来刚好这个后手买了以后 他有去验 结果是假的 那变成说那个公司 因为他有收到验货通知 公司也一起来告 就是商标权人一起来告 就是那个精品的公司 也一起来告他了 所以我们当事人就嘎到 就是被两个告 被那个后手买家 也被那个商标权人告 就一次诈欺跟商标法都有嘛 那后来我们当然是在刑事程序中 尽量去和解争取缓刑 那这个我觉得跟刚刚网美的案例 比较不一样 是因为他自己跟人家担保正品 但是他却没有去查证 而且他那个原本那个颜色 他自己也发现说 怪怪的好像不一样 那所以其实就可以证明说 他主观上其实是有怀疑 这可能是仿冒品的嘛 所以成立这个刑事责任 就会比较高 我们法律上叫做不确定故意 就是你有可能知道 这或许就是假货 你仍然把它出售卖出去 给后面的后面这个消费者 那当后面消费者告你的时候 你就不能主张说 我以为是真的 其实你知道他可能是假的 那你就会触犯商标法 你就会触犯可能还有诈欺罪 就可能都来了 所以法律上刑事责任就很重了 所以也要提醒观众就是 当你拿到了一个货 你自己都怀疑他可能是假的 你还拿到网路上去卖 那你反了法律责任就很重了 可是很多人就说 我账损失很大 对不对 虽然我账你损失很大 但你买到假货又拿去卖 你会损失更大 你的和解金就 你会赔更多钱 而且假货还是继续在你手上 然后你还要付一个刑事前科记录 还要再赔人家一笔钱 所以得不偿失 所以虽然你买到假货你很气愤 但是我们就建议你 想办法去告到那个卖你的人 然后他虽然关账户了 可是例如说透过这些平台 还是可以知道当时候是谁在卖 或他的登录账号 或许还可以找到背后的这个卖家 你还是有机会去求偿回来 而不要赶快把这个烫手商业脱手 那你以为脱手没事 他不管脱几手 人家只要一路追回来 就追到你了 你就倒大没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特别小心这个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正常来讲 什么台湾的通路都是我的 结果就有人一直用低价 从国外一直带进来 让我在台湾卖的不好 他就一直在台湾卖我这个水货 所以我就要打击这个水货商 可是我怎么打击 他也是合法的赠品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常常会在网路上面看到有些东西 明明是正品正牌的东西 但他卖的价格比较便宜 他就会说 我这个商品叫做水货 或我这个商品好听也叫做平行输入 那到底什么叫做平行输入 意思就是说 我可能是从国外带回来的 然后他在国外也是一个合法的 正品的公司去卖出来 所以我也是合法取得的 那只是不是在台湾 因为可能在台湾 在我们岛内有自己的代理商 但他不是台湾的代理商 或者是你在百货公司 或者是在他的代理通路的门市里面去买到 所以他是在国外买过来 那可能世界各国 同一个东西可能定价都不一样 又或者因为税率的不一样 或许在国外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 像我们之前常常听到就是买这个表 那个表的价格因为落差很大 像劳力士表 你可能在某个国家特别便宜 那很多人就跑去那个国家买 那又或者呢 在台湾买某一些品牌特别便宜 那可能人家来到台湾就去特别买这些东西 那这种状况就会 大家就讲说 这是水货便宜输入 可是你会发现说 那我今天我是台湾这一个商品本身的代理商 正常来讲整个台湾的同路都是我的 结果就有人一直用低价 从国外一直带进来 让我在台湾卖的不好 那他就一直在台湾卖我这个水货 所以我就要打击这个水货商 可是我怎么打击 他也是合法的赠品 只是他不应该在一直这么多在台湾卖 那应该怎么处理 这就常常在我们国内涉及到很多的法律纠纷 有的呢 他是代理商 他就来告说 这个虽然他是赠品 但他也告他是假的 或怀疑他是假的 来提起这些相关的诉讼 所以也导致国内关于这种代理商 跟平行输入的水货商 就常常发生很多的送贞 那我们最重要就是 那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是水货 到底值不值得买 比较便宜 或者是我是不是要买比较贵的代理商的货 因为有人说代理商一定是赠品 而且可能还有售后服务啊 可能水货呢 他比较难有售后服务 因为售后服务可能是在国外 那到底应该怎么取舍 或还有什么法律上的争议 黄历黄大律师 这个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吗 好那其实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可能也不太懂 到底什么叫水货 什么叫平行输入 就是好像那种似是而非的那种形容词 不太知道 那其实就像刚才刘律师讲 水货平行输入 跟公司货或者是这个最大差别 就是他们有没有得到 就是在台湾是有那个合法授权 你去销售 去代理 这个是最 如果说你有合法代理 因为他们代理通常就全台一家嘛 对一家或两三家而已 那因为代理商也要给厂商钱嘛 他们是有这个合作 也要给后面那个品牌商钱 对要给品牌商钱 所以他们是有这个合作的关系 那所有的成本其实都是这样累加上去的 比如说我的关税成本我上架成本我代理的成本 那最后当然送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定价 就比较贵一点 会比较贵一点 是什么是消费者比较容易会担心 因为它毕竟我走进百货公司里面买 我不用怀疑它是真还是假 如果它是假 我就去告百货公司 那个专柜就在那里 我就直接告它就好了 对它不会跑啊 而且其实它专柜 它也没有必要卖假的给你嘛 对 所以我可以信赖说那个东西是真的 但是当我买水货 就比如说我自己蛮有经验的 因为有些日系保养品 它可能什么什么录啊 什么的拍一拍 所以有那个广告有没有 对它可能一罐就要六七千块 在台湾就一罐这样子 那你当然会觉得说 网路上它其实会注明说水货 平行输入 那你也知道说那个东西 其实应该也有可能是 就是真的 对有可能是真的 对那你就会想说 哇有时候差到一两千块 其实蛮多的 多买个两三罐就多买一罐回来 所以其实有时候 我真的会在上面买 对那有时候上面它那个网页 其实它会说明说 我是譬如说它会有好多个不同的卖家 卖同一个产品 有些会写我是平行输入 有些就会写我是公司货 对那平行输入 它自己这样写了嘛 我没有问题 那公司货我就会犹豫 你知道吗 哪个公司的公司货 对因为你知道有些 听说有些百货公司销售员 他们有时候也会做一些 就是把自己公司的东西 偷偷拿出来卖 例如说刚好遇到周年庆折扣 他自己可以比较低价的 把公司的商品买下来 或者是送一些小 小某数的赠品 他们会拿出来卖 其实那真的就是公司货 没有错 也是台湾的公司卖出来 对但是我还是会质疑 对我还是会质疑 所以我觉得平行输入跟公司货 他们让人家担心的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刘律师说的没错 就是他在我们国家是合法的 对所以他其实没有违法的行为 但是如果说做到什么程度 他可能就会涉及违法 或者是被罚款的状况 就是说第一个 你明明就不是公司货 或是合法的代理 但是你声称你是 这个状况就不行 对例如说你明明就是海外拿回来的水货 你就说你是台湾公司卖出来的 合法授权 授权代理 代理商不卖什么什么的 这就诈欺了 这就诈欺了 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也是广告不实 对也是广告不实 那之前像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那种XX福利社 在这个什么平台上 网路平台上卖 那他声称他卖的是一个韩 韩国最大的手机 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一家 那他在台湾他就是说 他声称这是公司货没错 但是后来就是检调单位有去查 就发现说其实他的货厂 没有真正的这个台湾合法代理的 这个货 其实是从国外的国外的来源过来的 这个手机盒上的标签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台湾就是都贴中文的 那你如果一贴只有韩文 我觉得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 但是问题是说我觉得有没有消费者 有没有这个sense就不知道 对那差别在哪里 为什么这样子的行为会被 会被大家认为不OK 是因为像手机他们现在 现在支付工序很很流行嘛 那每一个不同的牌子都会说什么什么Pay 什么我自己的支付工具 它是一个App 那这一家厂商他就会声称说 如果你买的不是我们正货的话 其实你不能够去下载这一个App 就少了这个功能 对还有少了12个月的保固 哇 12个月保固对这个消费来讲非常重要 对没错 因为消费者甚至会为了保固 特别再去保一个手机险 对对对甚至还会有手机险 就是说多久内我摔到或什么的 我全额赔免费的去维修 对由此可以显示说12个月保固 对当事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声称你是公司 或你其实不是的话 对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会影响交易的重要的资讯 那你有所隐匿 或者是说你让当事人有错误的认知 这个就会开罚 那严重一点就是会有诈气的问题 对所以律师在这边就是提醒大家说 你如果是平行输入的卖家 你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的 就说第一个你不要用原厂人家的图片 或是你不要去注明说你是公司获得字眼 那也不要再去用他的文字照片 甚至不要用他的商标 要去避免这样子的情形 因为你没得到人家的授权 所以你用了原厂的照片 那个也是人家拥有照片的著作权的 对 你用了人家的logo 那也是人家商标也是人家原厂 对那是人家的 甚至那些产品规格 对 叙述这些产品的这些图文文案 这都是别人的著作权 你去复制贴上你就知道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像我之前接一个案子 它比较特别 它是国外的婚纱 它其实这家公司 有得到婚纱店国外的授权 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婚纱 但是他算得到授权以后 他没有自己去拍自己的照片 他又拿了别人地区 那个别的卖家的照片 对 那他又假装是自己的 对 就看在他的网站上 对 这样其实也是违法的 你不要 你不要声称说 我有得到这一家 这个品牌的授权 就好像我可以到处去使用别人的照片 这个都是不正确的观念 也必须另外得到照片的授权 对对对对 这就是重点 没错 像我律师事务所 我们也常常就会接 这个正品的正版的公司的代理 然后就去抓这些 应该说平行输入水货商 那我们也知道水货或平行输入 我告不了他 因为他卖的东西也是合法的 但是我们就会去抓 他使用的照片 他使用的文宣 因为我们官方做的文宣一定很漂亮 那你自己水货商 不可能花那么多钱去做这些文宣 所以这些水货或平行输入商 就会用正品的公司的文宣 那我们就去告他 亲爱著作权 那大概10个有11个都会中奖 大概都是用这个告他们就抓到了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 如果你是要平行输入卖东西的 千万不要用这些原厂的这些的广告 对 张婷呢 那我补充一下 刚刚大家在讨论水货到底合不合法的问题 那其实大部分我们可以知道说 法律上可能是允许的是因为 实务他认为说 你如果说让水货在台湾是可以流通的话 那你就防止这个代理商垄断市场 不然就只有你一家厂商 那你就漫天喊价 没有一个市场自由竞争的机制 但是其实说到底合不合法 我们还可以再比较细致的去区分说 这个产品到底他是不是以著作权为主要功能的商品 那这是什么意思 听起来有点复杂 那白话白话一点就是说 譬如说音乐CD 然后影音的这种DVD 或是电脑程式 还有书籍这种 他本身主要功能就是含有著作权 他是一个虚的东西 不是一个实体的产品 那因为国际上他对著作权的保障要求程度比较高 所以台湾顺应国际潮流 他们在著作权法也是比较严格 所以如果说你的主要功能是著作权产品的话 那就会变成说 我们著作权法规定 你只能用自己的行李带回来 而且份数只能一件 就一份 不能够转卖 对对就是原则上反而是禁止的 如果你一旦被认定说 你是以著作权为功能的主要商品 这个是算有点例外的补充 但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就是大部分的情形 什么叫做非以著作权为主要功能 譬如说我的棉被我的衣服 我主要功能是盖是穿嘛 可是可能我上面有一些图案 花样 这些东西印在上面是有著作权的 但它毕竟不是主要功能 只是一个美观的辅助嘛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要市场自由竞争机制是允许的 那允许就会有例外嘛 我们刚刚讲的很重要 就是你不要去用到人家有商标权的图片 然后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是分装 就是你不要人家进来是这样 你自己去给人家改造分装再卖出去 那人家就会说商标权人它本来不是这个样子 那你的后手就会觉得 我买了这个这么有名的品牌 怎么拿到的东西是这样 它就会反而有可能侵害这个商标权人的信誉 所以你就是要原封不动这样的卖出去 然后也标榜说我是平行输入会比较安全 所以我买了一个这个保养品 或什么很大一罐1000ml的 我分成200ml200ml拿出去 反正就不行 我反而会被告欸 那个就是例外我们不允许 真的喔 那我如果1000ml原装的去卖 反而合法的欸 对啊 它就是赤上自由机制嘛 可是你就不能自己在上面随便改 这个真的是长知识欸 那我突然想要说 如果像现在其实很多叫NFT 这个是虚拟的著作权 那我们讲说实体 例如说画做好 有人他可能就很多复制的画 或是我们看到什么拼图或什么 然后这个画也是以著作权为它主要的 那我买回来我是不是就不能转卖 转卖是你如果是在国内 已经到国内了再转卖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说从国外带回来 那这第一次你是不能一次 带两三个这样进来 所以就只能带一补回来卖而已 所以这个法律上面 还真的蛮多很多的细节的 要提醒大家多注意 那如果你多看我们节目 你就比较容易有这些专业的知识 比较不会踩到地雷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因为你射写下期案件 所以我们会冻结你的账户三年 但是我们为了保障你 你先把这三年内 你可能会用到的生活费 你先领出来 哇是不是听起来就是 哇你冻结我账户 好火星啊 你冻结我账户 但你还让我保有我的生活费 没想到这也是另外一个诈骗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刚才跟大家讲的很多卖的 网路上卖的东西都是一些实体的商品 那你有没有想过 有些人买服务也会被诈骗 什么叫做买服务呢 我们其实当律师的 我们最讨厌最痛恨的就是假律师 有听过假的律师吗 我们有的人想要诉讼啊 然后就去找律师啊 希望请律师代理啊 有些人他冒称冒充他是律师 然后可以协助你帮你去打官司 你也真的付了他很多律师费 结果呢他可能没有帮你打官司 可能还伪造假的判决 可能他假装你胜诉了 结果实际上什么都没有 那让律师们最讨厌的最生气的就是 这些假律师赚到的钱 都比真律师还来的多很多 这什么世界嘛 所以呢要提醒大家 有时候我们买服务的时候 也很容易遇到诈骗 像我们律师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其实很容易辨别 你只要上我们的法务部的网站 他就有一个专门在查询 律师身份的系统 名字输入进去啊 他就跑出来 这个律师什么时候考上的啊 什么职业的证号就会跑出来 如果他是假的 那当然你就查不到这些资讯 所以要提醒各位民众 你想要买服务 你已经很需要了 你也付了钱了 千万不要再买到假的服务 那像过往 我们其实最常听到就是什么 假的法官啊 假的检察官啊 假的书记官啊 电话打电话来给你啊 说你的账户被冻结啊 所以希望你把钱先领出来 以免冻结以后就领不出来了 所以有些人就赶快 书记官来找我了 我就去银行把我的现金 几百万的存款领出来交给书记官 然后书记官就说我帮你保管 等等这个案件结束 我钱就可以还给你 然后就被诈骗走了 这是最传统 也骗到最多人的方式 那也现在到今天 都还很多人被用这种方法诈骗 所以提醒大家很多假的法官 假检察官 假书记官 那假律师 那甚至啊 我们最近还听到一些 我们也不可思议 有些人他就没有钱了 所以他去找一个什么单位 叫做法律辅助基金会 想找法律辅助基金会 免费提供律师来帮助他 没想到连这个法律辅助基金会 都有假的 哇塞 老天已经人家没钱了 都还能诈骗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诈骗真的是无孔不入 所以要提醒大家真的是 多看电视 多问问别人 多看我们节目 小心很多的诈骗就在你身边 黄大律师 要不要也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有一些新兴的什么诈骗的事情 比较常见的诈骗 如果是他是用地检署的身份 或者警察局的身份来骗你的话 他会有急招 其实我觉得都跟真实 都好像有点那种似是而非的 听起来真的会让人家心生恐惧 他会说 比如说他一定都会说 你涉嫌某一个案件 所以呢有些会说 你涉嫌某一个案件 那你要先领一笔钱出来 作为保证金 那等案件结束了 你洗清罪衔以后我才还给你 一般人听到会吓到 然后就是地检署打来 那当然就可能去领这个钱 对 那有的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说 你可能涉嫌某一个案件 但他会上一个说法说 因为你涉嫌诈欺案件 所以我们会冻结你的账户三年 但是我们为了保障你 你先把这三年内 你可能会用到的生活费 你先领出来 那当然是全部都会用到 可是他会说 你先帮我放在地检署的账户 我帮你保管 那你要用的时候 你去可能每个月领个三万 直到案件三年结束 是不是听起来就是 你冻结我账户 好活心啊 对但是你冻结我账户 但你还让我保有我的生活费 那我赶快领出来 没想到这也是另外一个诈骗 或者是说有投资平台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 好好像 他就说你投资平台 然后检查署想要去查 他们其实都会出示检查署的传票 有些人他也没那么傻说 我电话停停就算了 可是当他看到检查署的传票 他是会相信的 就真的一个这么像的文书 打在你面前 虽然有时候可能会有些错字 但是一般人可能看不懂 他那个就是投资平台 他跟你说这个投资平台 现在被盯上了 检查官要做查核 要查核说这些资金来源 是不是正确 那好 那给你们一段时间 你们投资人过来我这里 把你们资金领回去 但是我为了要确保 你们都是合法资金 你要缴15%的保证金 保证你的资金合法 用钱来保证合法 对那你一听到说 我可以用 譬如说15万拿回100万 那我当然先15万先给你 我来领100万 15万就没了 那真的这个佛心的诈骗集团 也只诈骗那15万吗 应该是很多人都这样子 对他只是说 他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比例 那都要手续费或是保证金 对让你会觉得说 我只要付这个小小的 我可以拿大大的 那你就会给 对那 但是我觉得说 这些东西是常见的 那刚才刘律师说 这个法律辅助基金会的诈骗 我觉得当时我们看到这种新闻 我们律师都会生气 都会生气 会觉得说 因为他其实这种机关 这种可能想的人 idea的出发点的人 不是律师本身 但是后面都一定会配合律师 真律师 真律师 配合真的律师 那你就会觉得说 怎么 会有律师去帮忙诈骗集团的感觉 怎么会有同道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对啊 因为他们其实现在茫茫人海里面 你只要找到一个律师 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连结自首 他觉得说赚钱比较重要 他觉得赚钱比较重要 他可能就会这样配合 他只要找一个就好了 对 因为他就可以对外声称说 我是有真的律师 那他们那个手法是怎么样 我先帮大家介绍一下 法律辅助 就是说 他其实他的流程 一通电话过去 你预约一个时间 他就会叫你把这个资料带过去 他会先审核说你的资历 你是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那你就不能辅助 对 人真的要到那个基金会去 对 那个查得很严格 你的财产所得 然后包括你的亲属都要查 不是只有你财产所得 股票或什么的 全部查完以后 确定说 你的资历是需要辅助的状态 或者是你是比较特别弱势劳工 或者是你的年收没有超过多少钱 你可以去 但你过了第一关 第二关开始 审查委员还要审你的案件 的内容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才辅助 有可能打得赢才要辅助 才要辅助 没有钱无理由的就驳回 其实是审蛮严的 对 但是法律辅助基金会只有两种结果 第一个 你过了 你没过 过了就有律师帮你 那这个就是免费的 没过也不会跟你收任何钱 对 所以从头到尾 都跟钱无关 都跟钱无关 对 但是这个基金会它是怎么样 它是第一个 它名字取得很像法律辅助基金会 它取叫法律辅助协会 OK 中华民国法律辅助协会 正常人怎么有办法分辨 对啊分不清楚 反正都是法律辅助嘛 重点是这几个字啊 对 然后取名就算了 它竟然广告还给人家写说什么 免费法服资源 或是免费法律辅助政府 帮你怎样怎样怎样 他把法律辅助四个字 就下在他的广告里面 甚至啊 我不知道刘律师知道 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 就是Google下关键字 对 他竟然把法律辅助基金会 下成他的关键字 就是当你搜寻法律辅助基金会 就会先查到他这个法律辅助协会 他故意去catch 这样子的一个客源 对这个真的是 心机很重 那个真的是看了你会觉得 天哪怎么会 有点太过分了 我会觉得太过分 因为你一般来讲 你一个网站设在那里 民众浏览到就算了 你还故意去 下关那支广告 掉那些搜寻法律 想找真的学会 需要协助的人 结果反而进到你现金 你去勾那些人 那些人当然看到法律辅助 就点进去了 对 那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那个平台点进去 还有个like跟你聊天 那他们会 开始吓你 就会说你这样子不行 你一定需要律师协助 你这样讲法官会听吗 你这样自己来不行 我们有真的律师 我们有很多律师 然后就跟后面那个律师配合 但是他不是真的说 他可能会跟你说 我们这个案件原本要10万 那是因为你有法律辅助 我们只收你5万 其实5万跟行情价也没有差到太多了 对 所以他其实实际上 还是在做一般律师收费的标准 OK 稍微低一点点这样子 对 所以他不是完全的说 像法律服务金融完全免费 没有 其实他是在收钱 他有在收钱 对 那今天是怎么爆出来的 因为有一个当事人 他本身好像是因为诈欺受骗 结果私改会去访问他 访问他这个相关的过程 他就说 过程中他就说 我觉得我对法服的印象不太好 对 他就说为什么 他就出示他跟法服的对话 然后私改会的人才发现说 这不是法服啊 你跟谁在 你跟谁在讲啊 他说我还给他钱 可是我觉得他都不理我 什么什么的 所以这件事才爆出来 原来他不是找法服 他找到的是一个私人的协会 私人的协会 然后还有跟他收费 所以私改会就把这件事披露出来 他觉得私改会觉得有必要 让大家知道说 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没错 对那所以说 看到这个新闻 那当然我们律师都会吓到 但是我觉得要在这里 真的要提醒大家 因为如果没有讲的话 民众是没有办法分辨的 真的无法分辨 除非你进过法律扶助基金会很多次 不然你怎么知道 什么法律辅助协会 跟法律扶助基金会长得不一样 哇这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这个无奇不有的诈骗 张大律师你有遇到吗 这个我觉得可以再补充一下 因为法福规定 我们自己有配合法福嘛 但是他规定 我们完全不能跟当事人 收取任何费用 就算你办的真的胜诉 所以连当事人的礼物什么 我们都不太敢收 所以如果说真的要跟你收费用 那就一定是假的 因为诈骗集团 他就是要骗你东西 他怎么可能帮你白做工不收钱 对不对 然后还有刚刚那个 我觉得这个东西 之所以会 我们律师界会有这么有感觉 是因为你去找法律辅助的 反而是那些外配啊 或是资历真的是中低收入户的 那你骗一般人就已经够可恶了 你还去拿真的需要钱的人去开刀 你可能五万块 对我们一般人来讲 我觉得怎么那么衰 但是你五万 你不知道那个人要工作好几个月 才会存到那个钱 而且可能他的救命钱 对 那还有刚刚刘律师分享 那个假律师的 那这个我最近就很有感 为什么 我看到新闻说 六千多万 他骗了六千多万 只骗了二十几个人 换算下来他一个人骗到两百多万 哇 然后我们律师委呈费 二十几万很 比较难啦 真的 也不是这么可能啦 真的 对然后你看他几倍 然后我同事就跟我分享 说有一次有一个当事人去找他咨询 然后跟他说 我请了一个不知道是代书还是什么 反正没有律师资格的人 请他写状 付了很多钱 他说我现在身上已经没有钱了 因为都付给那个非律师 律师 你可不可以算我便宜一点 然后我们当然就是 很深情 不会表现出来很无言 假律师都比真律师鬼 对 你都去把钱给假律师了 然后去就是跟我们杀价这样子 对那刚刚刘律师有讲到 那个政府有为了防止这种现象 去那个法 法务部有上那些 我们个人的资讯嘛 那其实诈骗集团也蛮聪明的 他们就是冒名 譬如说刘律师 他就说我是刘伟廷刘律师 但是因为法务部他有用个照片 那照片这个民众也可以特别去注意一下 那另外还有那种 骗子都常常跟当事人说 我跟法院关系很好 那你要给我一笔手续费去敲 司法黄牛 他要去行贿把关检察官 真的律师我们不会做这种事 因为那个处罚非常重 抓去关的 你去行贿这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如果说他要手续费什么 那这个99.99.99一定是骗子 我觉得可以这样区分 蛮好的 我觉得是在我们当法律这个领域 很多民众也很陌生 可能人生第一次走到这一招 就是说我需要找律师 或我需要法律的资源 那没想要走这一招的时候 又陷入另一个陷阱里面 所以真的多看看我们节目 多了解像怎么找到真律师 真正的律师 然后还有就是律师的收费 其实也都是有一定的标准 也不是一个漫天喊价的状况 那当然你也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 这个律师相关的评价等等 去了解这个律师到底好还是坏 那千万不要就是我一急 我真的刚好发生车祸 赶快就是要马上找到一个律师 结果就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那遇到一个假的律师 那对我们的杀伤力都蛮大的 因为原本的事情没有解决 而且还陷入另一个风险里面 或是另一个陷阱里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 非常的险恶 到处充满了陷阱 但是如果你都不知道 那你就是一个白老鼠 你就是一只大肥羊 随时都会掉进这些陷阱 那你今天看了我们的节目 你开始了解到说 其实法律上面有一些陷阱 那哪一些你可以怎么自保 又或者真的踩到陷阱呢 你怎么自救你自己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节目想跟大家分享的 那当然也提醒大家了 最好最好的结果就是 都不要碰到这些陷阱 所以多仔细的去了解这些风险 真的是对大家是比较有帮助的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 我们两位大律师 来节目上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知道这些关于法律的知识 首先我们谢谢我们的黄历黄大律师 谢谢大家 还有谢谢我们张婷张大律师 谢谢大家 请大家一定要锁定 我们六日播出的节目 我们在晚上的八点钟的 静天电视台 还有我们YouTube频道上面的 静天电视 GOLDEN TV 看电视 学知识 律师的钟言 让你受用一声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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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